这一次我觉得很明显 为什么周玉寇要去道歉 你会讲大家去Google一下 周玉寇道歉这件事情 你就发现他的套路永远都一样 他先是大街上在节目上 或是在他主持的节目 各种方法先去羞辱对方 骂了半天 然后呢发现状况不对 然后呢发现哎呀 这个对方没有 对方要来告他的时候 他就会赶快道歉 不然就是找人 哎呦 帮忙一下啦 不要告啦 当他今天没有足够的证据的时候 他就会先道歉 深深一举功 这是他的法庭诉讼的策略 即便我查证有瑕疵 但我也已经公开向他道歉了 你看蔡玉珍也在同一天道歉 这两个人一搭一唱 演出来这出戏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在媒体工作来讲 你做这样的行为的 老实说我觉得是看不起你 你知道他曾经打电话骂我过 那时候就是2014年 他去讲这个郭台铭 捐钱给连胜文还是谁的那个案子 那那时候他在节目上说 郭台铭你是不是男人 然后因为那个时候 其中一个关键人物是柯建民 当天呢一大早 那个新闻刚出去不到半小时 周遇寇电话就打来了 黄亚铭 啊 我以为你是一个 蛤 正直的 蛤 什么蛤 帮这个 他就是这样的人 他得理不饶人 然后呢 不得理照样不饶人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个事件里面的受害者 他的权益在哪边 我会觉得 其实最悲哀的就是 明明不是事实的事情 把他拿出来讲 还有 这代表台湾因为政治的对立 导致没有判断是非的能力 这就跟林志坚抄袭一样 整个民进党指入围马 小智每个礼拜六出来浮选 如果今天民进党要来检验别人 先为林志坚的抄袭要道歉 蔡英文先为你支持林志坚的抄袭 而道歉 在没有道歉之前 你去检验任何人 你都是一个双标 今天 民进党他没办法 民进党他没办法 但是我们公民要有办法对付他 周一哥也蛮可怜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昨天这个发文 下面你知道我看到 唯一一个有蓝勾勾去留言 是谁你知道吗 许巧信 民进党蓝勾勾都不见了 都不敢挺 陈时中说 不会啊 这个支持我的人 他讲的话我不会跟他切割啊 现在看起来就是什么 周一哥昨天那个行径 已经超越人的底线了 我以前跑新闻 我们常常听到前辈讲一句 你要先是个人才是个人 现在开始我不会叫他媒体 我会叫他 媒体扣 扣帽子的扣 你知道民进党在这次的选情 如果要加分 得要先把扣分的人拿走 那扣分的是谁呢 那目前看着大家都会很清楚 就是周一扣 扣分是扣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学姐黄静莹 比起熊赞 我更需要你们帮我按个赞 一年中我最爱的月份 就是你的订阅 请帮我们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学姐爱你哦 啾咪